朋友好啊 我们继续聊防疫这个话题 因为准确的预测 或者说是及时的提前披露了 二十大中央政治局常委的组成 华尔街日报 声明确起 一枝独秀 那么呢我今天又看到了华尔街日报 关于中国大陆防疫方面的文字 他说什么呢 他说历经三年的这个疫情防疫之后 中国的领导人呢 正在采取措施 意图呢 让中国大陆重新开放 但是 进展缓慢 直到现在 也没有一个时间表 如果说一定要设定一个时间表的话 那么这个时间线 可能将延长到明年的年底 什么意思呢 就是中国大陆 要彻底的解除这种风控 放弃 动态清零政策 很可能 要等到明年的年底 就是说 一年以后 那么呢 最近这些天 应该说 民意滔滔 可以说是民意滔滔 很多人确实已经忍无可忍了 伴随着几起这个 疫情下的事件 那么 应该说 这几天 有点 这开锅沸腾了的样子 我昨天说 民怨在聚集 民意在转向 我负责任的说 这两句话 是我说的 是我昨天傍晚的时候说的 那么呢 在这个人群里面 我发现了 一些红二代的生养 比如说 被一些左派的人士们 尤其是年轻人们 一度说为 称为老巫婆的 中国市长协会的这个副会长 陶思亮 陶思亮是陶柱的女儿 陶柱和曾志的女儿 陶柱 试图的 最高点 一度观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 国务院副总理 位列 第四名 仅次于毛主席林彪和周恩来 这是在1966年8月份的 八级十一中全会 那么 想聊小陶柱的话 可以爬破楼 看一看西美歌的 西美歌说国史 当然我过几天正好 因为我现在讲到了 66年的年底了 应该说下周啊 或者十天左右吧 就要讲到 陶柱的岛调了 因为马上到67年年初了 67年年初 标志性的一个事件 就是陶柱的岛调 我说陶思亮呢 发出了他的哀怨 或者是他的抱怨 当然事出有因 陶思亮和他的 老公 离京 去浙江 结果呢 在返京的过程中 就出现了曲折 可以想象陶思亮是带着 一肚子的不满 甚至可以说是愤怒 然后呢 这个 故意故作轻松的写出了这一篇略带调侃的文字 我把他这篇文字分享给大家 您品一品 我被弹窗了 标题叫我被弹窗了 开篇 终于被弹窗了 老伴要去湖州参加一个活动 他已经八十老几 我得陪他 但我也八十多了 就怕到了外地出什么状况 行前四处打探 都说湖州没疫情 放心来吧 我们乘高铁直达湖州 天天做核酸 一点不敢怠慢 但就在准备回京前 发现弹窗了 原来弹窗 就是在你的北京健康宝上贴一告示 温馨的通知你 他把温馨还打上了引号 根据相关流调 你可能与境外的疫情风险地区有时空关联 需进行风险排查 满足七天内 无奢益现实 旅居时 可重新申请绿码 陶思亮说 就像被武功高手点穴一般 我们立即就被孤悬经外 好厉害的一手啊 告示后面一段话 让我人起希望 说是紧急情况 请联系12345 防疫管理部门将尽快问您 排查核实 就像是抓到了一根救命稻草 昨天和今天 无数次的添写申诉的表格 几十次的打便民服务热线 一直打到深夜还不甘心 老伴说 从没见过我如此的魂不守舍 就像贾宝玉丢失了灵通宝玉 也是啊 我一向是个有定力的人 哈哈哈 但这次慌了 因为第一次尝到了有家不能归的茫然和无助 两个八零后 八十岁以上了啊 两个八零后 失去了家人的依靠 在这无亲无故的地方 万一病倒了怎么办 我亲眼见过老伴心脚痛发作 吓死个人 但也有收获 那就是在这个一过程中 生出许多的感想 把它写出来 通过探讨 为北京市的防疫提点建议 很客气啊 首先 北京防疫政策的流调 是不是真正的流行病学调查 若是 我觉得它欠缺科学性 若说不是 北京的防疫政策 又说 依据的是它 湖州已经21天无新增 全域无风险区 而北京 截止11月3号 有20个高风险地区 28个中风险地区 新增本土32人 在这种情况下 你北京凭什么只准出不准进呢 就像是有洪灾的地方 拦起大坝 阻止并不存在的来水 从防疫科学上就说不过去 而且我查了下 进京返京的最新政策 来自高风险 中风险 低风险地区的政策 竟然一个样 反正阻拦你7天 没商量 如今 对我们这种在无疫情地区的人 也一样对待 更是匪夷所思 这符合国家精准防疫的策略吗 还有奇怪的 我们老两口来自同一个小区 同乘一趟高铁 我弹窗了 我老头竟然没事 这做何解释呢 难道大数据流调 还看碟下菜吗 还是说 其中另有玄机呢 否则只能说明 这个大数据流调不专业 太粗糙 太随机 所谓的时空关联 太过魔幻 北京市政府 设的便民热线12345 可以为急需反京的市民 尽快解决弹窗 纠错问题 用心是好的 但操作起来却很繁琐 首先要填好几页的表格 要求详实 不能有一点错 其次 页面非常容易脱 跳脱 一旦发生就要重新填过 像我们这些老眼昏花的老人 不得不一遍遍的填写 颤沉悠 生怕哪儿填的不合适 好不容易填完了 就是漫长而胶着的等待 等到大半天 收到一个回复 你的湿素 被通过审核 一句多余的话都没有 我想通过12345热线 询问为什么没被通过 永远都是合成的语音服务 给它输入的也就三四句问话 机械刻板程式化 远远达不到人性化 个性化服务 这时我多么想要人工服务 只要能够听到真人的声音 就心满意足了 可是不管你如何千呼万唤 就是没有人工服务 再有就是12345下设的智能回答 引号的智能回答 你提的问题各式各样 它的智能回答千篇一律 都是让你去看各种规章制度 真的是意义不大 解决不了具体问题 例如我问了个问题 回不了北京 我一个八熏老人怎么办 那个叫晶晶的半仙 回复 非常抱歉 没有能够帮到您的 没有能够帮到您呢 您的问题我已记下了 稍后我会尽快学习哦 可见这个便民服务平台 在智能化上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目前还缺不了人工服务 就像携程服务热线一样 最后总有人出面 为你解决问题 激动的 我把所有的好词都赠给了他 12345便民服务 是建立在大数据平台上的 是市民向政府表达诉求 申请援助的近乎唯一的通道 目前只能说他还是初级阶段 设计者和管理者需要下大力气 完善的数字化和人工智能 是未来的趋势 大数据这项科技一定要向善 一定要有温度 否则只能算一堆冰冷的数字 至于北京健康宝 它作为一款高科技应用系统 既是政府职能部门管理抗疫的利器 更是北京人赖以生存的神盾 工作离不开 上学离不开 购物离不开 看病离不开 吃饭离不开 住宿离不开 一个小小的程序 迁徙着数千万人的工作生活 甚至性命攸关 真的任何时候既不能掉链子 也不能玩随性 没办法 只能一遍遍听写 繁复的表格重新提交 刚刚第二次收到短信回复 您好 精神和 因您七天内到访过疫情风险等级较高地区 请暂缓来经 并做好个人防护 带您离开风险区 满七天或该区域风险解除 北京健康保绿码后 北京健康保绿码即可 带您离开风险区 或保险解除 拿到北京健康保绿码后即可来经 防疫安全 我们共同守护 感谢您对首都疫情防控工作的支持 这就是短信回复 客客气气也不容质疑 我哭笑不得 胡虫怎么又变成高风险地区呢 我填写的表格告知了社区的态度 上传了核酸和行程码的截图 但似乎这些都没有被理睬 反正说你倒反过高风险区 一切证明都白搭 我认为这样的回复已经完全格式化 与流调无关 也难以扯上大数据 我实在想不通 北京凭什么说 胡州是高风险地区 人家明明是无风险地区 还有更甚的 老头并没有弹窗 想让他先回北京 但几次购票失败 协程回复 是抱歉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疫情防控工作要求 您咱不可购买前往该地的车票 不卖你回北京的票 我俩面面相去 实在搞不明白 弹窗和不弹窗有没有区别 北京的防疫究竟与流调有没有关系 看来一切都无指望了 在胡州待够七天 等待北京健康马转绿 可是这所谓七天是从哪天开始算呢 抵达之日 弹窗之日 没人给我们答案 怕就怕期间 胡州万一又出现新增病例 不敢想 太恐怖了 太恐惧了 我与老头有个赌 我相信七天能解除 老头说还会有下一个七天 老天保佑我赢 他输 像打了双子茄子 这两天粘头大脑的 但转而 想想那些被阻隔在高速路上的卡车司机 那些住在简陋公棚的打工者 那些 静默了数月的大大小小的市镇乡村 还有某知名大厂那些徒步回家的工人 我在这座江南小城 等一等又有何愿呢 弹窗 你真奇妙 你像能施展魔法一样 让无数人 无论在何时何地 瞬间动弹不得 而又无需 给出理由 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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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瓷亮 三四天前的 怨声 那么呢 涉及到了北京 涉及到了北京 涉及到了北京的这个 市民 回京反京的问题 我又看到了最新的北京青年报的官方微博 说近期 北京市民 包打北京一二三四五市民服务热线反应 近反京问题 诉求 诉求 诉求比较集中 为此 市民服务热线通过完善达付口径 优化工作流程 24小时不间断系统办理 拓展北京一二三四五微信公众号线上办理渠道 大幅度提升了受理能力和效率 在北京一二三四五微信公众号民意之通栏目 市民群众可以快速反应诉求 据了解 北京市防控办也在优化完善首都防疫政策和远端管控措施 最大限度减少对市民群众正常生产生活的影响 这是今天早上我看到 北京青年报的消息 陶瓷亮女士看到没有 希望能够对你来说是一个小小的安慰 那么这是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宣部长 陶铸女儿的怨声 那么不仅是他 不只是当下此时 殊不知早在几个月之前 就有另外一个红二代的发生 我们稍后分享